只有百软十堆的境界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河开示 求向大乘进取方便 在这个上一卷 告诉我们 如果想学地藏斩插法门的 应该用沾插轮之后 沾插 那个前头讲过 跟大家讲过 那不是算命批八字 那个沾插轮用沾插向法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我们修道的时候 在禅中说明心见性 我们要想达到明心见性 明在自己的心性 不是那么上来就可以 一直就一修就明心见性了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在中国以前一些教义禅宗说 他们一注像 顿超直落 立正菩提 说的非常容易 简单 但这是做不到的 帝藏普多教们 说你要想明心想见性 你得先知道散乐业报 如果你连你自己过去的散乐业报都不知道 那业在何处 什么业重 业本没有的 因静有 因为那有个硬又提了 这叫受报了 有个又提必带着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就是十四 三四 无量生来的 说在三半步啊 你用沾插向法 用磕头 礼拜 拜颤 用沾插轮 目的就是你下半步的休息 不是那么一座的 残门一炷香 顿超直落 立正菩提 就是在我们中国那时候 全部的都是这个样子 在帝藏普多教授们 你先得把散乐业串完了 这个功夫都得用三年了 咱上半步讲了 用三年的时间拜颤 立根的呢 他拜清净了 清净就开始修行了 学会了 对 学会了沾插颤法 被插颤清净了 这才说去向大成 对 儿时 就在上卷被沾插颤法的时候 善与清净 得到清净相了 说在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样修行的 所以 见经心菩萨问 迪章菩萨 这个时候 求向大成的人 对 咱们就简单说吧 求向这个 明心见性的了 对 怎么样修行 所以说我们是顿根啊 已经修忏悔 把藏内都除掉了 得了三叶清净了 这时候可以去向大成道 在你修大成道法的时候 那四仙也得有个方便散瞧啊 对 如何行这个方便散瞧呢 所以 地藏菩萨就跟那个 监经心菩萨说 善男子 就是这个善男子 是指着监经心菩萨说的 说这个时候众生 相修大成 大成法 行菩萨道 成佛 那你应该先知道的 根本之业 根本之业就是你最起码开始修行的方便 那么神是什么是根本之业呢 一时警戒 咱们把一时警戒就说了 明信见性吧 在大方观光话 坏 就是明 SPEAKER 这是明信 就是明信呢 那你最初的根本业 这根本业是执修行的 不是业障的业 根本业是什么 一识境界 就是华安京说一真法界 在一他经论说是真如 真如 取向真如 真如就是一生境界 根本之业 但是要想这个明信见信 直至称佛 那前头也得有个方便 修信 修解 因为能信得进去 相信自己的心 这个一识境界就是你的 根本业 相信心是佛 心跟佛无二无别 心 众生 一切祝福 这三者就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心 你先得信 信为道源 功德母 为信能入 结呢 就是明白了 这个结 我们简单的话 就是明白自己的心 觉悟自己的心 是心就是佛 是心是佛 是心成佛 有 有这么一个信心 有这么一个信心了 信自己的心就是佛 跟佛无二无别 这就叫做菩萨总性 这个信心可不是容易升级的 前头那半部就是拜散拜的 你才能有这个信心呢 如果你的业障未消 见识烦恼 还没断 那你这个信心生不起来 所以你要想最初的根本 一直沾插散 那夜报经的修行 别让我告诉我们 所幸的根本之业 这个根本之业呢 也是做中业啊 就一直一时警戒 来信解 信不行 还得明白 解是解悟啊 经过学习 信解 而后才能去做 做就是修行了 修行才能成道 在你前半部的 虽然是业障消除 信解力还不强 还没有发愿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自己 必须得有这个信心 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 为什么 因为有佛种子 只要发起现行就行了 信而后能解 接受禅宗所谓的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那咱们中国说 禅宗说是开了物的就成佛了 开了物只是性结而已了 在教义上讲 你开悟明心 明了心了才好修行 你还得起行啊 这个才能行 菩萨道 如果那华安经上说 这个地位啊 就是信满了 入了处注的菩萨 实现满心 入了注尉的菩萨 他相信自己与佛无二无别 不但信 而后能去做 诸佛怎么称佛的 他也入世修 入世状 这个是信结立强了 说我们作为道友 说我们入了佛门了 相信三宝了 受了三规了 出家好多年了 假使说我们说 他信心还没具足 他不会承认的 但是一直叫 医生跟讲 确实是信心没有 每个道友可以 根据佛的教导 来这样思维 对照一下吧 现在我们是跟着 地藏佛的教导 可能 信结立增强 增强了 才能取修 这个取修啊 不是前半步 拜灿啊 李地藏佛的礼佛呀 求向好啊 这是尽深入一步了 你信心已经坚定了 不会退了 而且实业 全部清净了 身口业 全部清净了 这时候所发的信 是一直 一时警戒的 一时警戒的 咱们简单说 就是明信 我们就过去生来修习信心的话 就是拜斩插轮向 耐个师母信心坚定 在你修行 在你修行次第当中 信 结 行 正 你要想成佛 你必须得 你必须得走菩提 走菩提道路 不 一只菩提道路 成 成不了佛 一只菩提道 你就先要信戒 先修信戒 一只神来修信戒 一只一时警戒 什么是一时警戒 就是相信自己心 跟佛无二无别 十法戒的众生心 同时一心 这个一定要相信 相信自己居住 跟佛的性体 是一样的 产生了一心的之后 还要求解 解什么呢 解一切法 全是因缘生起的 缘生起的法 性体是空的 整个的三藏十二部 你用四个字 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因为性空度 才能够生起一些法 一切法没有本体 这是缘起的 而达到性空 这个缘起性空 把它做个题目时候 我以前讲过 有一单行本 缘起性空 是在新加坡佛教会讲的 题目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在这个的时候 达我引证一下 一切法产生了之后 从性能入 为性能入 信一切法 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无论 无论哪部大乘经典 都是性空缘起 缘起性空 那我们讲这个经典的时候 也是入室 对张佛教所说的一切法 是缘起的 缘起的法 它依据着是性空而来的 这个道理要明白了 就叫结 羡慕自信是佛 因为自信是佛 你才能修得成佛 如果你没这个信心的话 你永远成不了佛 信心是佛 信心成佛 信佛众生 是三无差别 三就是一 一就是三 我曾经跟很多道友 他对于人 人性 跟佛无二入变 我心里痛得过 我看看蚊虫 看看蚂蚁 看着佛优 佛优是一种虫的名字 在那水上 有一点点小星体 找尽生了 晚上死了 这是他的一生 人生百年 佛优一样的 平等平等 就是佛优 有佛性 他能成佛 他逐渐堕落的 越堕落越小 越堕落越小 在那恢复的时候 他可以还恢复到人类来 这个道理就叫真如 真如 真如因为随缘 而生起一切法 一切法 还归于真如 在大乘 喜学院讲 一心二门三大 心生灭 心真如 心生灭 心真如都从一心而起的 完了 体大 相大 容大 一心 生真如门 生灭门 二门 你不出 三大 体相容 因为我经常说 这 斩踏山南北京 就是华安京一部分 大 大方广 大就是体 方就是相 广就是容 斩插色 那夜报经的下半部 就是体相容 大方广的体相容 那那个大乘行论讲 心 真如门 就是体 心生灭门 就是相容 就是一心 离开心 别无二法 所以我们要想 从真如门 来修行 不容易进入 那就从生灭门而入 生灭门 怎么样入呢 那就从观想来了 就像我们前半部 拜灿啊 斩插呀 修业障啊 这都叫生灭门的法 所以在你一个忏悔 三叶清静了 所以 毕章王菩萨才跟 坚定行事说呀 二种贯道 意识境界 那什么叫意识境界呢 那么先讲一讲 这意识境界 究竟什么是意识境界 要想解释意识境界啊 得分 意识境界的体 是什么 体而后有相 相而后叫 障 本来是体相容 那是在斩插 善的叶报经 它叫障 障即是容 正是寒常意思 寒常无量的妙容 这个呢 就是寒着说体相容 体相容 法身 就只是体说的 这是佛性 一切作为生都具足 跟佛无二无边 这个是总体 这是佛性 佛性是骗 也就是在经上说 叫法身 正因 是佛性 那相 那相 提相容的相 般若 在这个正因的佛性 叫辽因 辽因的佛性 而因为你 正得了修行的 卸脱德 卸脱德 辽因的佛性 经过卸脱了 真正成就了 就是啊 这是辽因的佛性 就会做卸脱德 或者说法身德 原因的佛性 原因的佛性 就是一切法 都是因缘所生的 佛性没有一切法 因缘所生法 全是空义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以名忠道义 以名为假名 说这个 这一部经的实体啊 是什么 是一时景见 也就是四教所说 空甲中三观 空甲中三观 华案经的 真空绝相 历世无奈 周遍寒荣 都是三观的寒意了 这个解释就相当多了 多少卷经文 能够解释什么问题 因此 所以这一时景见 包括的非常之多 这就叫一时景见 又叫法身德 般若德 谢头德 三德就是一 一即是三 一三不耐的 这个和总说起来 就叫一时景见 但是只是撩撩说一下 一时景见 讲十个钟头 也讲不完的了 这个意义很深的了 你在法华经 在华严经 那讲的比这个广的多了 因为在咱们这儿讲这个 聊聊跟大家提一下子说了 因为这个一时景见 就是众生的心体 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的心 一切众生的心 他的本体 就叫一时景见 从本来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他的本体是清净无眼的 无障无奈 那拿什么来形容这个心体呢 虚空一样的 像虚空一样的 祝佛正的本体 众生是迷了本体 因为众生迷了 产生无量的分别 佛 菩萨 声闻 圆卷 这叫世圣法界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乐鬼 出生 这是六道 经常说六道轮回 四圣法界跟六道轮回的众生 合起来叫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一个体 就是一心 就是一心 不论多小的一个小生命 他有灵魂 他有性体 跟某某无二无别 说造业不同了 堕落到那道去了 但是他性体没死掉啊 他的体跟佛是无二无别的 是不生不灭的 从来没有生的像 本体啊 他记到啊 可不是现象啊 说众生的心 的本体 从来就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本体永远是清净的 没有障碍 像什么样的呢 像虚空一样的 没有分别 离开分别 但是一起心动念 一分别 失掉本体了 他一失掉本体了 迷 在迷上可就分了 迷的深 堕落的就深 迷的浅 他的智慧还存在的 说实法界就以迷跟物来分 都从这个本体来分解的 迷的本体迷深了 堕落的就深了 这个是指着心啊 心的全体啊 可不是少分的 这个心体是没有对待的 没有相对的 是绝对的 绝对的 你不可割裂 一割裂就不是心体了 没有方 没有东西南北方 也没有什么 人啊 众生啊 实法界啊 实法界维持一个心体 没有其他的第二个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讲体啊 讲体 在佛 不正 在众生不减 平等 普遍 匹骗一些处 像虚空骗一些处 这个心体呢 是圆满十方 究竟一向 无二无别 不便不义 无争无间 这一切众生的 现前一面心体 跟佛所证得的 基欧净所证得的圆满 佛国 无二无别 经常的 幻境如 横片十方 和洪说的 东西南北宗啊 都片满的 树穷来说呢 上下无区别的无尽 树穷法界 横片十方 形容这个心 没有局限 就是我们现前一年 大家默念一下 实验一下 你把你所到过的地区 你只要这么一思维 遁现 你走过好多的地方 不管到美国纽约啊 随便你到这个世界哪里 随便你所走过的地方 它能顿线 在你静下来 一坐一 全现了 你没去过的地方 你就不知道了 你想象不出来 反正你去过的地方 你想象 都能普天 你没去过的地方 你心骗不骗你 心骗啊 因为你现在迷了 迷了不骗了 你现在用的是石啊 不是心啊 因为我们现在连心还不知道呢 我们用的全是石啊 没有达到心啊 能够直指心体了 那你就成功了 说这个心平等普遍的 无所不至 圆满是方 究竟是什么相 一相 一相 一相是指着无相说的 没有二相 没有别相 这个心 永远不变不易的 在佛不争 在凡夫不减 就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面心体 竖情 横片 你不可以区别 也不可以思量 他能骗一切众生的 根 身 气界 这是平等图片的意思 所以说 原判释放周遍法界 就是我们现前一面心 我们这还是迷了 没有物 但是因为前面 前半部 你拜颤 颤业 三业清净了 你来修行 修行卫心法门 这下半部 是卫心法门 这个心 先解释这个心 是平等的 普遍的 地上菩萨跟监精净菩萨说 说一切众生的心 这里头呢 在这迷雾之上就分了 僧文 体制佛 菩萨 祝佛 这叫世圣法界 这个是因为 迷了这个心 悟得这个心 来分别它的层次 心无二无别的 有你迷雾不同 就分出等级了 在众圣 并一点没减少 在祝福 一点没增加 说我们这个心呢 是不生不灭 不争不减 没有言也没有清净 这个就叫真如相 现在我们说达到真如相 什么是真如相呢 就做入室解释 实发现的整体 就是一只真如相 真如相 从这个真如相 就分别了 一个心真如 一个心生命 心生如 就是我们那本体 我们要恢复的那个本体 一切成就的祝福 跟心生命 就不同了 心生命 这大乘集讯论告诉我们 解释说 叶相 转相 现相 自相 相续相 知取相 其叶相 记名字相 叶谢苦 也把你一细住了 你什么都糊涂了 这个我们现在就在 叶谢苦相当中 消灭这叶谢苦相 你渐渐就增长了 增长静 消灭眼 我们要想跟真如相应 就得灭 我第一个想要脱离 叶谢苦 在我们拜 沾叉叉的时候 已经把叶谢苦相 消灭掉 没有能 存散了 身口一三轮 实业都清净了 在这个时间 底藏王菩萨说 在众生清净相之后 才可以发起修行 这个我们的信心 在拜 斩插 轮向的时候 已经信心 得到清净 在这个清净无缘的心 再起修行 再起修行 在你修行当中 必须先明白心 先明白心 但是我没有经过败灿 现在我们作为道友 你没有经过败灿 现在我们的心 还没有达到清净 和善乐交叉 不是存散 但是这个下半部 地藏菩萨讲的 修行的时候 心已经存散了 事能也全没有了 地藏王菩萨慈悲 说是 你如果拜 战叉叉 拜了三年 已经拜了三年了 虽然还没得到清净 但是你可以修了 可以修下半部 才可以修下半部 观心 一切诸佛菩萨 大阿罗汉 心都是平等的 没有等级的 只是由他心迷惑的程度 心不清净 也无多东西没取消 例如说我们现在 拜三叉叉的时候 得到清净伦相 这个清净伦相是出货呀 不是戏货呀 是现行的烦恼 叛春痴 你的身口一叶的贪春痴 都没有了 把那五眼东西取消了 但是出现 不是细相 还没到了 佛心众生心 平等的地位 还没到 在本剧上是平等的 在这个清净构言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就不平等了 你可以恢复平等 把我们这个心 恢复跟佛的心 恢复我们本来的真心 佛心众生心 真心三个是平等平等的 心本来是不生不灭 不动不净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有我们众生的烦恼差别 如果你再恢复了寂静 再恢复了执心 正念真如 那就恢复我们的心体 这个心呢 包括十法界 所有一切经卷所讲的 三千性相 大乘小乘 没有一个法离开心 离心无一切法 这是心体 心体 但是因为起了祸眼 心起了分别 但是虽然起了分别 这个所有的分别 妄心 全是幻化的 一点真实都没有 在什么 因为一切诸法 都是由心起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 心生 这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灭 那么怎么能够 使母心不生 这个凡夫绝对办不到 就是二成的圣人 祝福菩萨 也是有次第的 也是有次第的 就是我们现前这个心体 就是一念间 去诸实法界 当你一心念佛的时候 心向佛的时候 你是佛法界 你发慈悲心 利益 纵成心 菩萨道 菩萨法界 要向自己修行 聊生死 是神文 圆觉法界 来自于叹心 慢心 嗔恨心 一切的心 那是六凡法界 一心分别 而来定你的位置 一切心 起的分别 这是幻化的警戒项 没有一样真实的 金刚经上最后四句话 一切有为法 入梦 换泡影 入语入殿 应作入世观 这也是观心的法门 你想想吧 这一切法 哪有一样真实的 全是幻化的 没有真实的 你所用的受想形式 赛生相为处法 有真实的吗 你所有的见闻觉知 是真实的吗 全不是 因为外头有种种景 生下你种种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梦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情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因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 截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自残的猴子 在猕猴国家自然保护区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十几群猕猴 这种动物 生性好动 喜欢惹是生非 种群间 常为争夺地盘 大打出手 群内也常发生地位之争 所以经常有受伤 患病 或失去生活能力的老猕猴 被动物保护者 送到保护区附近的救助站里 哎呀 这简直就像是 动物园的猕猴馆啊 我们这里叫猕猴招待所 猕猴招待所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里猕猴群成员的 流动性很大 不断有受伤 需要救助的猕猴住进来 也不断有康复的猕猴出去 这里包吃包住 还管打扫清洁 你说这里像不像招待所啊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 这里还真像一个招待所 张伯 快来帮帮忙啊 有人又送来了一只猴子 你看 又有猴子要来招待所了 走 我们看看去 当小家跟着张伯 看到这只猴子时 不由地愣住了 这是一只年轻的熊猴 它身体瘦弱 猴毛杂乱 两条腿伤得很重 只能靠前肢 勉强在地上爬行 它全身皮开肉绽 脸也被抓伤了 满脸鲜血 天啊 这只猴子究竟遭遇到了什么 它好可怜啊 看来它受到的惊吓可不小啊 没错 这是一只剑猴 它是一只剑猴 难怪会变成这个样子 剑猴 什么是剑猴啊 剑猴就是猴群里最卑贱的猴子 它在猴群里不但吃不饱 还会经常受到其他猴子的欺负 没错 这只猴子 我们观察它很久了 我们还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卡卡 卡卡是个孤儿 是猴群收留了它 也因此 它在猴群里的地位非常低 进食时 要等其他猴子吃饱了 它才能去吃 宿营时 它总是被排挤到最外圈去睡觉 那里不仅寒冷 而且 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 天啊 它真是太可怜了 还不止这些 平时猴群里的任意一只猴子 都可以欺负它 它却不能还手反抗 是啊 这一次 就是因为它 偷吃了猴王的一个桃子 结果 被猴王手下那几只强壮的熊猴 给打成了这个样子 多亏当时我和同伴 在暗中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 发现这一幕后 赶走了猴群 否则 它说不定真的会被打死呢 卡卡 不要害怕 我们会帮助你的 王医生来了 先让它给卡卡检查一下吧 哎呀 怎么又是它呀 王医生 你见过这只猴子 是啊 有好几次 我和同事进入保护区后 都看到这只猴子身上带着伤 我还给它处理过两次外伤呢 王医生 当初你应该把它带回来才对 要是当时把它带回来了 它也不会变成这样 他当时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 哪具备进救助站的条件呀 不过 这次伤得可不轻啊 这个家伙很幸运 他并没有伤到筋骨 只要精心调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康复了 这个家伙真是命大呀 张伯 卡卡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康复的 张伯 就让我来照顾卡卡吧 好吧 可怜的小家伙 以后你不会再受苦了 从那天起 小家开始对卡卡 无为不至地照料 每天给她擦洗伤口 用新鲜的蔬果喂她 甚至自掏腰包买牛奶 给她补充营养 卡卡 牛奶来了 快过来喝吧 卡卡 你动作越来越快了 看来你康复挺快的 小家 你对卡卡可真偏心啊 这里那么多受伤的猕猴 可是你却只给她喝牛奶 其他的猴子会有意见哦 卡卡伤得重 理应特殊照顾 而且她被其他猴子欺负惯了 一直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 实在太可怜了 所以我们多给她一些温暖 也是应该的 小家 你不要忘了 她为什么会被猴群打成重伤 她是偷吃猴王的食物 才会落得这个下场 要知道偷抢猴王的食物 可是严重的犯上作乱 说白了 她伤成这个样子 那是自讨苦吃 就由自取的 张伯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是在为持强凌若找理由 卡卡平日里吃不饱 她都快要饿死了 自然得想办法找东西吃啊 就算触犯了猴王的尊严 就算有罪 也罪不至死啊 好吧 不过你如果过分宠爱她的话 那可是在害她 怎么会害她呢 我这是在关爱她 卡卡 你说对不对啊 在小家的特殊照顾和精心护理下 卡卡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不仅伤口愈合了 原本瘦弱的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 于是她便被送进了被铁丝网围着的猕猴招待所 招待所里生活着十几只猴子 他们老的老 小的小 病的病 残的残 卡卡在这里不会受欺负吧 不会的 这些猴子都很弱的 而且流动性也很大 因此他们不像野生猴去那样有猴王 而是自顾自的生活着 卡卡 不要害怕 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对 就是这样 卡卡 以后你可要挺起胸膛做人 哦 不对 应该是挺起胸膛做猴 你这个家伙 怎么能欺负卡卡啊 卡卡 你快吃吧 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张伯 张伯你看 卡卡她找到自信了 小家 我怕你这样纵容下去会毁掉她的 怎么可能毁掉她 我这是在帮她找回自信呢 因为小家的纵容庇护 这里其他的猴子都开始惧怕起了卡卡 而卡卡则越来越得意霸道 她很快变成了这里唯我独尊的猴王 张伯你让我去看什么 我让你去看看卡卡 啊 卡卡 她怎么了 她又被欺负了吗 谁还敢欺负她 现在她可是整天欺负别人呢 天啊 卡卡她这是在做什么 这几天卡卡非常霸道 前几天刚刚把独眼的猴子给打伤了 昨天又把那只老猴子身上的毛 给扯下不少 她现在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呢 卡卡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忘了自己做剑猴的时候 天天被别人欺负吗 你现在做了猴王 怎么也开始欺负弱小了 这个卡卡真是太过分了 是啊 我们该放她回山林了 要知道招待所里只收留老弱病残 她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留在这里只会惹麻烦 是啊 是该将她送走了 就这样 卡卡被送回到了森林 虽然后其卡卡的作为让小家很生气 但卡卡的离去还是让她非常牵挂 怎么 你还在想着卡卡 是啊 张伯 你说在森林里没人照顾她 她会不会再被猴群欺负 森林里还有那么多凶猛的动物 不知道她会不会遭到攻击 小家 不要担心她了 卡卡终究是野生的猕猴 不管遭遇了什么都是她自己的生活 张伯 小家 你们快去看看吧 卡卡她回来了 卡卡卡又受伤了 是你们把她救回来的吗 不是的 是她自己跑回来的 啊 她自己跑回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快去看看吧 张伯和小家跟着工作人员朝外面大门口走去 救助站的大门紧闭 门外的卡卡远远的看到小家后 显得非常激动 她一下子扑到门上 急切地嗷嗷叫着 还拼命摇着门 哎呀 才多久不见 卡卡怎么受成这个样子啊 看来她回到猴群后 依旧改变不了剑猴的身份 所以才又回来了 这个家伙真是不值得可怜 她四肢玩好无损 身上也没有受伤 她把我们这里当成什么了 是啊 不能把她放进来 我们这里又不是动物乐园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她看起来真的太可怜了 我们不是她的救世主 我们不能一直帮着她 她只能自己救自己 没错 她无病无痛的 就应该学会独立生活 而不是靠我们的庇护 走吧 我们不要理她了 不要做这种没用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只说留老弱病残 你正当壮年 就想来混吃混喝 没那么容易 卡卡听后愣了一下 突然 她将自己的胳膊 伸进了大门的门缝里 然后身体用力地扭动 只听 弄擦一声 卡卡发出了一声惨叫 她的手臂被折断了 软软地垂落下来 表情痛苦的卡卡 跪在那里 用渴望的眼神 看着众人 天啊 卡卡她竟然自残 为了住进这里 她竟然拧断了自己的胳膊 小家 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你对她过分的宠爱 才让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救助动物的时候 一定要行为得当 不要过分地照顾宠爱他们 否则就会变成卡卡这个样子 依仗着人们的宠爱 而胡作非为 而且还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 这样一来 那就是害了她 嗯 她现在断了胳膊 放她进来吧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卡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众人却神色凝重 小家经过这次的教训后 后面的这段日子里 对卡卡的管教方式 做了180度的调整 卡卡也在小家的调教后 就知道如何收敛 成为一只守秩序又合群的猴子了 呢 砰发生淨土 潞 放入 心 唱